第六题,在何种情况下,物体的位移和路径长的大小必相等?这是老师上课强调过的,什么时候路径长的大小跟位移的大小是一样的?就是在没有折返的直线运动,位移的大小跟路径长的大小是相同的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,在何种情况下,物体的位移和路径长的大小必相等?我们答案选的是A,物体沿直线运动且没有折返。